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數據大解碼 我是周凱 2024的總統大選 在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正式宣布參選之後 現在是對檯面上的藍 綠 白 三個主帥分別造成了 不同程度的影響 而從網路聲量當中 我們也可以看出端倪 究竟郭台銘的參選 對誰的影響程度最大 所以三例網路輿情分析系統 就依據了網友所討論的內容 統計出參選人的網路聲量 而事實上看聲量是有門道的 因為聲量其實是有分為 正面聲量還有負面聲量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來帶大家 一起好好的解析 而這次的調查統計時間範圍 正是從八月二十八號 也就是郭台銘宣布 參選總統的這一天 一直到八月三十一號為止 在這關鍵的四天當中 網路總聲量統計結果 最高的就是郭台銘 他的總聲量占比是高達了 百分之五十一點九 超過了一半 而柯文哲還有侯友宜 他們的總聲量占比則是 相當的接近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郭台銘宣布參選 確實在網路上頭 討論程度是相當的高 可是我們進一步來看 郭台銘的網路聲量雖然高 可是呢 確實呈現一個後繼無力的狀態 因為我們從這張曲線圖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郭台銘在宣布參選當天 他的總聲量是來到了一個高點 但是隔了一天 立刻雪崩下滑 到現在呢 幾乎是跟藍綠白差不多等級了 如果我們再跟上個月的網路聲量 做比照的話 郭台銘則是因為宣布參選 雖然的聲量很明顯 跟七月相比是成長了許多 可是呢 柯文哲還有侯友宜 他們則是明顯的下滑了 而三例網路輿情分析系統 現在也將郭台銘參選 這個關鍵字加入分析 我們要來看看會如何影響 賴 柯 侯 他們三個人的聲量 那對誰的聲量影響是最大的呢 從這個佔比當中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 郭台銘參選 他對侯友宜的影響很大 是達到了百分之三十八點六 再來則是柯文哲的百分之三十二點四 至於賴清德 雖然佔比比較少一點 可是也不能說毫無影響 而郭台銘參選 其實也連帶影響了賴柯侯 他們在網路當中的熱門討論議題 其中我們比較值得關注的呢 就是柯文哲的部分了 因為在八月二十九號這一天 有網路媒體他就PO文說了 郭台銘的柯咖啡之約延期了 而且郭跟侯柯這兩個人 他們還達成了一個共識 也就是不合作就穩輸了啦 這也獲得了相當高的網路聲量 而在眾多的網路熱門關鍵字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 究竟藍白到最後會不會整合在一起 現代在網路上頭 也是一個發燒議題 如果我們把整合藍白這個關鍵字呢 來作用在郭 賴 柯侯四個人身上 聲量佔比還有影響到底是怎樣呢 當然影響最多的就是郭台銘了 因為郭台銘他總聲量佔比 是看到是獲得了百分之四十六點四 我們再進一步分析 侯友宜還有柯文哲 他們的總聲量佔比 大約都是在兩成左右 而賴清德則是一成左右 可見藍白整合這個關鍵字 對於柯文哲還有侯友宜 這兩個人的影響是很大 而我們進一步來看 郭台銘他提出要整合在野陣營 對於賴清德 柯文哲 還有侯友宜的網路發燒議題 又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像是我們可以看到 趙春山他就說 郭台銘其實已經跟侯友宜見過面了 原本他們還要再喝一次咖啡 可是現在是延期了啦 至於賴清德的部分呢 高點則是落在 趙紹康說 一旦最後有四組人馬一起參選 包括賴清德在內 大家其實都可以回家睡覺了 這篇臉書po文在網路上面 討論度非常的高 而這份研究資料呢 是由三例網路 與其分析系統所提供 觀察了上千個網站頻道 包含了主要的新聞媒體 還有社群平台 還有討論區 所做出來的綜合分析 而在這裡頭的名次 其實只有反映出網路討論的 聲量大小 這其中是包含了正面聲量 還有負面聲量 所以跟我們一般所看到的民調 是完全不一樣的 雖然網路聲量高 並不代表支持度也會跟著高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 在現在這個網路世代 如果沒有聲量 那其他可能都是免談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數據大解罵 我是周凱 下次再會